OK,所以這也要計時齁? 對,15分鐘 就是,因為其實我之前有看過就是焦點、創人物之前的一個 我發現好像很多講座都沒有準時 所以今天要挑戰就是準時 所以今天一講到15分鐘,我就會自動下台 那我今天的主題是簡報之後的人生 所以我今天分享的主軸會是在 我開始經營大學生完簡報之後的一些思考歷程 那會說是思考歷程是因為我不想講太多 就是我做了什麼事情 因為我一直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那他做什麼選擇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為什麼做這些選擇 所以我主要是想要分享我在一些事情的態度上 那我還是重新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經營良,但很少的人會叫我中文女子 然後大部分人都叫我未的 就是熱火隊那個未的 但是我不會打籃球的,我是打雨球的 那我經營 我是大學生完簡報這個粉絲專業的創辦人 那這邊稍微澄清一下 有很多人會覺得大學生完簡報是一個 組織或是一個學生社 但其實就是到目前為止都還是只有我一個人在經營 所以就是他 就很多人就是私訊來說 你們,我會覺得有點窘 你們就是講起來有點怪 OK 那我 就是現在的話 應該講說我現在不在正大經濟系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最近休學了 比如說我正常就是 年齡應該是就是在大二這個年紀 但是我在大二念到大二上學期 就剛結束嘛 就剛上學念到十二月的時候我就休學了 所以我今天其中一個分享的主軸也是 我為什麼要休學 那 那 但我今天不會鼓勵說大家 就是一定要休學 因為很多人會 就聽到我休學之後 他們就問說 欸你為什麼要休學 然後他們也跟我說 欸其實我有想過要休學 但是其實我一直不會去 我沒有 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鼓勵過任何人休學 因為我覺得 這一件事情 你要做休學這個決定 你要經過很多的思考 那我也覺得 我做的決定不是休學 我覺得就是大家都教 教 教點另外一個教點 教 教點擺錯 就是 把教點擺錯 我覺得我做的決定不是休學 而是選擇一條適合我的 我的道路 所以我今天也希望大家 能去思考 就是我的分享 幫助大家去思考說 怎樣的選擇是適合自己 OK 那 所以是簡報之後的人生 那我就是 主要分享的主軸是 就是我這半年多來 就經營粉絲專業 大概從去年五月開始 欸 欸 為什麼 我按錯了 難怪他一直 Dubing 那 我今天會用三個問題來貫創我 今天十五分鐘的分享 那第一個問題是 很多人會問我說 我為什麼要創立大學生玩簡報 這是 大概被問過超過一百遍的問題 那其實我的答案很簡單 我就簡單介紹一下大學生玩簡報在做什麼 其實大學生玩簡報就是 就是 我發現 就是網路上有很多很多的簡報資源 但是可能這些簡報資源是散落在四處 也就是說這些簡報資源 比如說很多簡報老師他們都分享過這些厲害的資源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這些資源在哪裡 或者是要怎麼去利用 所以我就只是把它集 一開始我就只是把它集合起來 然後去做分享 那 所以其實我做的事情沒有說很厲害 OK 當然 如果說真的要講說為什麼我會開始創立 是我突然有一天意識到說 欸其實我有能力做這件事情 而且我也願意做這件事情 這邊說我有能力做這件事情 不是說我簡報很厲害 其實正是因為我不厲害 所以我才開始做大學生玩簡報 為什麼 其實就是有一天我發現 我在簡報 就是 因為我是在上台不是很厲害的人 但是我發現我在簡報設計上 很有 就是很有收穫 那我就發現我能不能把這些資源整理起來 就突然有一天我在 回台北的遊覽車上想到這件事情 就發現其實我也有能力做這件事情 但 但其實我們為什麼會覺得自己沒有能力 或者是為什麼我們會不願意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思考 第一個問題是 我們常常會擔心說 好 假如說我做這件事情 我是不是 是不是不夠厲害 我不是一個簡報高手 為什麼是我來做大學生的簡報 或者是 我會擔心 我經營這個粉絲專頁 會不會沒有人來看 但是我覺得 這兩個問題都 不是我們應該是擔心的 為什麼 剛才提到 其實我一開始就不是一個簡報很厲害的人 就甚至 我現在也不會說我簡報很厲害 頂多是我在投影片的設計上 我覺得 我表現還不錯 我正是因為自己不夠厲害 所以才開始做一件 就是開始進行大學生的簡報 那很多人會擔心 就是我之前有和一些朋友討論過 他們其實也可以做類似的事情 就可能他們喜歡旅遊 然後他們可以做一些旅遊的分享 或者是他們喜歡攝影 或者喜歡他可能設計 他會Photoshop很厲害 那我就鼓勵他們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他們也可以站出來分享 但是他們都常常會擔心一件事情 會不會他做的這些分享沒有人看 那我覺得我們都想 就是 一樣 這是焦點擺錯 就是我們做這件事情 假如以我做大學生管簡報來講 其實 我們的目的是 我一開始的目的是 整理簡報資源 所以我的目的不是 我希望就是 受到歡迎 我不是希望說 我要經營一個非常多人按讚的粉絲專頁 那我們會去 因為就是擔心 沒有人看 而不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 就是因為你焦點擺錯了 所以你會否定掉 你心中會有出現一個自我否定的事情 說 不會有人看 你就心中會有一個自我否定的聲音 跑出來說 不會有人看 你不要做這件事情 但你就因此措施做一件很棒的事情的機會 以及我們有時候會擔心說 我們不願意 我們不願意做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常常去想說 做這件事情的好處是什麼 但是 我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做大學生管簡報 是 就是一件很公益很熱心的事情 就是 你很 很厲害 就願意花時間來做這些分享 但我覺得 就是 我們也想錯了 就是他們會覺得說 我花了可能幾個小時 做出這些教學同學影片 做出這些分享 但其實 在我的觀點來看 其實 我只要 一點點時間在做分享 就其實 剩下的時間 我是在做學習 我做的每 我製作的每一片 教學同學影片 其實他都在訓練我的同學片設計能力 所以這對我而言 都是學習過程 我只是在學習過程中 最後 加上了一個分享 那其實大家也都可以 一學一樣的模式 像是你看完了一本書 你一定會有一些心得 有些收穫 那其實你就可以 在臉書上 分享這本書 你甚至不用寫你的心得 你就只是純粹告訴朋友 說 有這本書 覺得很棒 隨時我也是在做一樣的事情 我就只是在我學習 結果 過程中 最後加上了分享 所以我覺得我們 可能做不了文青 但是我們可以做一個 分享青 而是 就是 喜歡去分享我們 所看到的東西 我們所學習到的東西 那我 就是希望透過分享的力 啊 分享簡報資源 或者進行線上的教學 或者 最近也有 進行不同的實體教學 我希望透過分享的力量 來降低 學習簡報的門檻 我發現我只剩下七分鐘 要加速 那第二次 為什麼我突然決定 修學 我覺得這個問題 這個 我 我真正的理由 非常複雜 所以我這邊不會講得很詳細 那我想講一件 在 就是高二下學習到高三上學習 中間暑假 的一件事情 那個暑假大家通常在做什麼 應該是參加暑系輔導 但我沒有參加暑系輔導 我 就是 在家裡 然後 那個暑假我做了很不一樣的事情 是 我那時候在念會計 我是念一般的高中 那為什麼我在那個暑假要念會計 因為我在這個 因為我高三上學習 那十一月 我跑去考一個檢定 叫做會計秉級檢定 那時候覺得 你這個莫名其妙 不用考學生 為什麼要去考個會計秉級檢定 其實我的想法是 因為我想要確定我想要念的科系是什麼 那時候我心裡說 我好像想要念財經相關的科系 但是我不確定我是不是真的對這一方向有興趣 所以我就去考 我就去念快集 然後順便考一下這個檢定 比如說我為了確定我的科系 我覺得 比我上什麼學校 學校還重要 就是 我即便上一個很爛的學校 我也不想念一個 我不喜歡的科系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做了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修學 我決定修學 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我那時候就是 狂看書啊 然後 考看記憶比例檢定 那我決定修學也是一樣 為什麼 都會跳出去 我覺得我決定修學 是為了想學 就是想學自己想要學的東西 我覺得大學就像一間餐廳 假如這間餐廳裡面 假如說食物A 食物B 食物C 那假如你吃了第一次發現 欸 食物A不好吃 吃了第二次 發現食物B不好吃 吃了第三次 你發現食物C不好吃 你會發現 欸 這間餐廳根本沒有你想要的東西 你下一次還會去光顧嗎 所以不會嘛 那我覺得 我在大學也是一樣 我發 我不度過了三個學習 我發現裡面根本沒有我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就決定修學 真的要講話就是這麼簡單 我發現裡面沒有我想要的東西 那 所以我想要問問大家是 你真的有一個念大學的理由嗎 還是你只是想要那個文憑而已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 有時候我不會不願意承認自己念大學就是為了文憑 我覺得為了文憑這個想法很好 因為文憑到底重不重要 在這個社會上還是一個非常就是 就是 就是非常重 就是 你不能說他一定不重要 你也不能說他真的非常重要 那我覺得 我們就是要去思考一下 我們是不是 18歲到21歲這之間一定要念大學 或者甚至簡單一點就是 我們這其中一年我們修學 晚一年畢業有差嗎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 我們可能會覺得沒有差 但是 談到要覺得 欸你覺得沒有差 但是 如果說好你這一年修學 你會同意 你會願意嗎 你會不會害怕嗎 所以我覺得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發現有時間那麼夠 那我推薦 推薦一個 它既是一個TED的演講 也是一本書 它叫Taking Your Education 那 就是可以先看那個演講 它是2013年TEDX Taipei的講者 我記得 那 它也有寫一本書 那中文版是叫做 沒有教室的未來大學 那我覺得翻譯的非常爛 就是這個書名翻譯的非常爛 不是裡面翻譯很爛 就是書名翻譯很爛 那我覺得 Hacking Your Education 是比較好的翻譯 講來說它就是 講一個大學生 他透過非 就是 他沒有透過大學 但是他獲得了 在大學一樣是 無論是你想要學習的東西 或者你想要透過人脈 或者你想要玩樂 他都透過非大學的管道 去獲得這些東西 所以他其實就是 在向大家證明說 其實大學沒有那麼重要 那我覺得這本書 無論是你是不是想要念大學 即便你想要念大學 也建議推薦你看這本書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提到很多東西 是很多學習方式 是值得我們去參考的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 帶來講一件事情 它就是想要打破 只能仰賴教育體制 來學習的這個迷思 也就是它不斷地去分享 要怎麼靠不同方式去做學校以外的學習 那裡面書中講了很多 那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我也可以和你們分享 那我最近在做的學習 主要透過閱讀 或者是透過網路 那閱讀的話就是 我看各式各樣的書 我現在一個禮拜是看四本書 一個禮拜會看完四本書 那這是我閱讀速度 那網路上學習 大家一定知道有很多開放式課程 那其實我覺得不一定要是開放式課程 其實你想學任何東西 你直接在YouTube上搜尋 其實上面就有一堆課程 那當然也有一些付費課程 像我最近在學數位行銷相關的工具 那些怎麼操作 那我就到一個叫BC Plus的平台 他們有提供專業數位行銷課程 那如果真的要說為什麼我決定修學 我覺得賈伯斯這句 就是這個問題很重要 他那時候就問自己說 如果今天是你人生中的最後一天 他還會不會去做原本想要去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最後一天有點偏激 然後想說 就改成說如果這是最後一年 我會不會想要還待在大學裡 那我的答案是不要 我想要做我想要學的 我想要學我想要學的東西 所以我這一年的規劃就是 我想要學自己想學的東西 以及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第二個重點是我覺得 學習方法也要去設限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 很多人會問我說 你的未來有什麼規劃 那我覺得未來有很多規劃 那可以分成短期規劃 可能最近一年 或者你的長期規劃 可能三到五年 那我想這邊提出一個質疑是 我們一定要有長期規劃嗎 那像我個人而言 我沒有任何的長期規劃 為什麼 所以我也想提出一個質疑是 我們一定要有長期規劃嗎 我的答案是我們不一定要有長期規劃 這不是在說有長期規劃是不好 只是我覺得我們不一定要有長期規劃 我們會覺得要有長期規劃是因為 我們要以終為始 就是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思念後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所以我們就知道現在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以終為始這個概念非常棒 但是它的重點不是在那個終 就是不是我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而是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也就是說這個概念是幫我們釐清 現在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假如我十年後想要成為一個社群經理人 那它就可以幫我列出來說 我現在我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那我可能是就是去修學 我就學就是在做數位型交易相關的學習 那可是這不意味著我十年後一定要 非累成為社群經理人 我知道時間要到了 那你一樣會見一個Ted的演講 他今天也幫我覺得他幫我回答很多 就是我想要講的東西 他這個演講應該也有中文版的 他就是在回答一件事情說 為什麼 他就是在證明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不一定要有一個專一的熱誠 就是我們不一定要找到我們的前面 他提到一個概念是叫做多重潛能者 他說其實我們可以有多重熱誠 可能有人同時喜歡文學 有人通識 然後他又喜歡工藝 就可能我們覺得兩個差異很遠的東西 但其實是有人可以通識 在兩方面都有擁有熱誠的 那我也想提出一個質疑是 我們二十歲就真的能決定這一輩子要幹嘛 我發現很多人會被這個問題捆綁 就是說 他就一直在想說 我未來要做什麼 他說為什麼你一定要現在決定 二十歲的決定真的是能代表你整個人生嗎 所以我覺得不要糾結於在這件事情上 所以我覺得 重要的是專注在當下 想要學什麼就去學什麼 那我覺得就是 我現在在做 就是 花很多時間在簡報這個領域 但很多人會問說 我之後是不想成為講師 然後我覺得一樣 我覺得我不用現在就決定我未來想要做什麼 那他可能之後就像賈伯斯一樣 他曾經修過書法課 那他之後 那個書法這個概念 雖然他沒有成為一個書法家 但是 他在就是設計麥金塔電腦的事情上 這個概念就幫幫他 就幫助到他很多 那我覺得簡報這個思維 在未來也會幫助到我很多 那今天就是分享這三個 我創立大學生完成不到的動機 以及我休學的理由 以及我未來 我對於未來規劃的看法 那具體的事情就是 可以大家來和我交流 那今天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就是 鼓勵大家成為分享青年 以及就是 不要設計自己的學習方式 然後以及專注在當下 不一定要有長期規劃 那一樣就是 那本書 Hacking Your Education 然後賈伯斯 帶來史丹佛大學的演講 然後以及這個TED演講 非常推薦大家去看 就是回家 大概都各20分鐘 因為他們剛好都是TED演講的程度 結果20分鐘都可以看完 就一小時就可以一次擁有三個 那就是如果今天就是 回家也可以加我的臉書和我交流 謝謝